很多時候我們很害怕說出自己的看法 藉由我們這種樂高的活動 可以去觀察到 每個人最真實的一個反應究竟是什麼 他究竟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當下第一個直覺的反應是什麼 這是一個平衡點的感覺 這邊應該會變成一個是很不平衡的 其實我剛才的想法是 他有分階層性嘛 面臨的困難是什麼 不同的挑戰 最後達到我們所設定的目標 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波折 努力的氣熟 往上爬 嗯 藉由這樣團隊的參與 也可以訓練一種 個人的表達方式 我們強調很重要的價值就是 動手做 做出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很多事情你是從做中學 不斷做不斷的修改 不斷的調整 你會發現到自己 原來可能有哪些能力上面是不足的 而且透過團隊彼此的Q&A 不斷的互動 你會突然間有靈感 當我們有action之後 你會發現說 啊原來想的跟做的 欸可能是兩回事 永遠要去找到我們團隊核心的why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 用我們的手去帶動我們的大腦 誘發新的一些想法 動手做的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能夠和快速的從錯誤當中學習 然後馬上的調整跟修正 讓你的手去引導你自己去做思考 蠻訝異有這樣的課程可以上 老師的專業度是很精準的 所以很棒這樣的課程 就是我後續也會想要去多接觸這方面的 因為可以多了解自己 然後也可以多了解身邊的人 最大的收穫就是有發現問題點 當發現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延伸思考 檢討甚至是更進一步的 大家一起成長跟進步 真的沒有玩過樂高 好像有回到童年那種以前小時候沒有玩到 突然間可以玩的那種興奮的感覺 當然很大的收穫就是可以理解大家的想法 透過一些課程的設計 去了解大家的需求 當然回過頭來也會再重新的 檢視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那由自己的需求去出發 讓團隊的需求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去運用各種可以說故事的方式 或是那種隱喻的方式 來幫助大家去講出他內心的一些渴望 這一次呢我們透過的是積木樂高 未來我們會透過更多的烹飪遊戲 紙上的遊戲 桌上的遊戲 開發多元好玩時尚的這種團隊建立遊戲 CocoCooking Studio我們要做的是 團結大家的力量 因為我相信Stronger Together 我們只要團結合作 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